杨过刚出场之时还是一个叫花子打扮 吃饭也是有上段没下针 自从母亲离世之后一直孤苦伶仃 十分可怜 幸好遇到了父亲杨康的结拜兄弟郭靖 这郭靖的为人大家都很清楚 十分赞义 而且把杨过当作亲生儿子一样 所以就把杨过带回了桃花岛 所以说杨过可以过上温饱的日子 但是这却不是杨过想要的生活 原因很简单 上岛之后本来杨过可以和大小五一样 跟着郭靖练习武功 可没想到黄龙用有色眼镜看杨过 一直从中阻挠郭靖教杨过武功 最终只能定下杨过跟黄龙学武 而且黄龙郭靖之间不可以互相干涉 可实际上黄龙并没有传授杨过武功 而是交其背诵四十五金等等 这让杨过心里十分不愉快 加上被大小五的排挤 最终使出欧阳峰传授的哈马功 最终被迫无奈郭靖只好带他离开到花岛 送他去全身教习武 这里很多人估计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郭靖不送他去画三四绝的习武 非得送去全身教呢 接下来事情成就给大家分析分析 首先我们要知道古代十分讲究备份礼节 尤其郭靖又是一个没守成规的人 所以对选择谁来交付杨过也下了不少功夫 最先排除东邪黄耀师 当年杨过的父亲败入梅朝芬门下 算是黄耀师的徒孙 若是杨过直接败黄耀师为师的话 肯定会被人耻笑乱了辈分 再排除欧阳峰 虽然欧阳峰愿意收杨过为徒 并且还认其为自己的干儿子 但是郭靖与欧阳峰势不两立 怎么可能把势如己出的杨过送入虎口呢 所以欧阳峰也被排除 再排除的就是红七公 郭靖自己是红七公的徒弟 本来就可以直接传说武功 怎么可能还会让杨过直接接触师傅呢 所以红七公也排除在外 最后一个就是伊登大师 因为伊登大师与郭靖师傅 红七公同辈 若是杨过直接败入伊登大师为师 那么就是与杨过同辈 自然郭靖也不会这么干 再者伊登大师潜心佛法不问世事 也不太可能收杨过为徒 这么分析完的话 可以肯定视觉是不太可能 收杨过为徒 而权真教就不一样了 权真教好比武林中的名校 无论是教学体系还是管理制度都比较完善 一方面不用担心杨过还会走歪路 权真教规矩身严杨过也不会胡来 另一方面就是杨过也不会被忽视 毕竟杨过的父亲与权真教也有渊源 郭靖自己也是练权真教内力出来的 所以权真教是一个可以很好锻炼杨过的地方 送杨过去权真教习武 论知排辈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还能让杨过有所理念 可以说波进这个安排考虑了多个方面 确实是当下处理杨过去向问题的最优解 今天视频成就就说到这里 喜欢武侠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